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有一些人是长得比较直的身材 简单讲就是他的腰不太细 但是臀部也不大 整个人就是比较直线的 也有人叫这种身材叫做H型的 英文的大写的H 另外所谓的梨形身材就是有细的腰 但是他的臀部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的 比较宽 然后还会有一个比较略粗一点点的大腿 尤其是大腿上面的地方会稍微的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这个地方大 这个地方小 整个人来讲是非常的曲线玲珑的 这种也可以叫他X型的身材 你们先看我吧 最近看不看得出来 我今天穿这样的衣服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梨子还是苹果 我告诉各位 其实穿上衣服以后就常常看不出来 虽然你们猜了半年猜不出来 那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我是个苹果 我是个比较瘦的苹果 比较瘦的苹果就是说 其实我只能讲我只有一点点的腰 腰这个地方只有一点点的凹下去 并没有太明显 我多年来都说我自己没有腰 因为就是看起来比较直嘛 直到有一次有位男士 听到我说我没有腰 竟然说了一句说 这么大的腰还说没有腰啊 从此之后 对我只好赤裸裸地承认 就是我是一个粗腰 那今天穿这身衣服 各位可以看一下 没有看到我的腰围露出来吧 没有 因为也没什么值得展现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穿衣服很简单 就是我把我的缺点怎么样 掩盖了 这件衣服不显腰嘛 对所以我并不需要敲锣打鼓 让人家知道说我没有腰 我腰很粗 好那我这身衣服有凸显我什么优点呢 你们看出来我身材的优点在哪了吗 对我有非常的纤细的腿 应该说四肢修长 好我的衣服可以显出我的优势 我是四肢细长的人 但是我真的是没什么腰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别人只看到了我的优点 对不对 太好了来了几位 梨子还是苹果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是瘦板的苹果 瘦板的苹果 苹果站这边 梨子站这边 你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站中间 好不好 那请问两位是梨子还是苹果 你是苹果 你呢 麻烦你站这边 这边 没关系 我们做测试 梨子还是苹果 梨子 OK 好 那就是他不知道 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 没有关系 好 我们就先帮他解惑 因为有一个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梨子还是苹果 好 我们先来解决他的问题 麻烦你走到中间来 好 通常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身材好到让人生气 对不对 又上来了 我们继续欣赏他的身材 因为我要帮他测他的曲线 所以我要在他的衣服的后背那边 稍微的给你掐一下腰可以吗 好 就把他的曲线更加的表现出来 好 掐一下他的腰 好 掐了一下 咦 有腰哦 好 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有腰 好 看起来是有一个腰的这个曲线出来 然后问题是我在看 天哪 他的臀部也不大 终于出现了一个传说中的苹果梨 苹果梨就是介于中间的那一种 让人特别生气的那一种 就是完美的曲线 你觉得他是不是身材太好了 在座的各位不管男士女士 我就觉得他身材非常好 因为比例也很漂亮 对不对 比他腿多美啊 然后呢 身材曲线又是属于那种介于中间的 事实上也就是说呢 他具有一个看起来蛮细的腰 这个是离子的优势 但是他的臀部又不大 所以呢 可以讲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混合型的完美的曲线 所以他站在中间一点也不为过 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型的 也不是他的错 OK 恭喜你啊 你才太幸运了 你可以下去了 OK 好 太好了 我们本来要解释这个苹果离 还要讲半天 现在不用了 大家看到他就明白了 那我先来鉴定一下 我旁边的两位 据说跟我一样 两颗苹果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麻烦你们往中间靠一点 苹果 大家先帮我看一下 你觉得像吗 好 事实上呢 我从腰部那里一掐就非常明显了 如果说掐了以后跟没掐差不多 那就表示他们站对地方了 好 他们应该都跟我一样 没啥腰 好 我看一下 OK 在非常困难的状况下 我只好用我的手在他的腰的侧面 这样子稍微的量了一下 发现果然是个苹果 就是掐了半天没什么差别 OK 来我们看这一位 诶 这位看似还有点腰哦 好 掐了以后有点笑哦 这位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应该站在中间 苹果梨 又找到一个 优良品种 太好了 来 这个据说是传说中的这个梨子 对不对 你站错了 没关系 你现在到中间来 我们帮你看一下哦 他觉得他错了 主要是我得把他的这个裤子 他的裤子是往外脏的 看一下 他究竟有没有很细的腰 你没有站错 你还是这个地方 具有一点点那个梨子的感觉 好 所以OK的 腰呢 算是以你的身材比例来说 你还是蛮有腰的 没有站错 是个梨子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好像不用掐了 因为非常明显 当你衣服穿的越合身 对不对 我们其实 一看就看出来 它蛮有腰的 尤其后面这个明显 你转过来让大家看一眼 后面超级明显的 对不对 好 腰满细的 然后臀部略略的 就是稍微的宽一点点 这就是我们讲的梨子身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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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这些美女们 搞清楚自己是苹果跟梨子 非常重要 因为实际上我们需要知道 就是我怎么去选择我下半身的衣服 假使你们跟我一样 像我这种 苹果的话 我们最适合穿的其实是裤装 因为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优势在臀部 我们臀部不大 所以我们穿长裤很容易穿 如果我们要穿裙子的话 建议穿窄裙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 H型的 直的 或者是甚至内包的都可以 因为你的臀部是属于窄的 所以这个是苹果 梨子 刚刚有两位梨子 梨子其实它优势在腰细 穿上裙子的时候 最理想的裙形是有一点点下摆放宽的 我们叫A字裙 或者是那种散裙 裙摆散的那种 有些人跟我说 老师我臀部已经够大 你还让我这样穿 各位 你知道裙子散着之后 没人知道里头是空心还实心的 真的 我愿你 所以绝对不要说穿了那个散去 因为很多臀部大人都很 自己都很忌讳 然后就很紧张 说这样看你不会臀部更大吗 不 我们只觉得是裙子大 好不好 所以没有人会发现 那是你真正的臀部 那至于 梨子型的人穿长裤 比较要注意一点 因为它比较有问题的部位 就是在它的臀 还有大腿的地方 所以可能这边要稍微的宽一点点 所以西装裤我们会建议它穿那种打折的裤子 这个地方会比较松 或者穿牛仔裤的时候 穿中直筒 中直筒就是大腿这边会稍微松一点点的裤款 它穿起来会比较漂亮 所以苹果梨子 学会了 这个很重要 看几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长发跟短发 当然是短发让我们显得怎么样 清爽 而且头会缩小 对我们讲刚刚的头伸笔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头有点大的话 剪短发是一个好方法 再来就是也许你可以把长发怎么样 梳起来 扎起来以后头看起来是最小的 那你如果探个又卷又蓬的头发 像这个就看起来会比较显得头大一点点 好大家看一下ABCD四种长裤 各种不同的裤款 女生的裤子的形式很多种 哪一种长裤让你显得腿最修长 看一下 哪一个 ABCD哪一个 相信你的眼睛 对的最后一个 告诉各位这个秘诀就在裤子越长显得怎样 腿越长 对不对 所以只要你是缩短的 你中间切了 看起来腿都会变短 所以实际上非常建议大家 如果想要显高的话 穿比如说小喇叭 或我们讲的中指筒 然后下面穿一个高跟鞋 现在的鞋前面有水台 哇 越做越高 很多女生 拜托 那个鞋子就有十公分啊 对不对 如果他穿上一个十公分的鞋 看起来又高 而且腿怎么样 又长 对不对 显得很厉害 好 裙子跟鞋子 袜子 哪一种穿法显得最修长 C 对我们刚刚看了 对不对 视觉的连贯性 今天刚刚有位朋友给我们做了这个示范 好 哎呀 这被压点以后有点惨不忍睹啊 这个是一个离子身材看出来了 他的裤子很合身 这个看起来是什么 是苹果 显得比较直 好 如果是离子穿很紧的这种裙子 下摆又内收的话 会不会显得臀部那里很尴尬 所以我们会建议他稍微的下摆放宽一点 我们讲的A字裙 这个呢 就是刚好这个就是一个H型的 甚至是下摆有点瘦的叫郁金香裙子 这是适合苹果的 这个呢 下摆放宽的A字裙是适合离子的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